就是Chrome浏览器 我们去下载更多的资料 请去下载台北市 台北市的行政区 然后人口数 这边第一个应该就会找到了 然后 这个吧 因为它这是用月的 对不起 那刚刚这边台北市 行政区 人口数 年 性别 我还要性别 还有性别 还有 好 多打性别 怎么样 就到这边了 我要这一个 就是麻烦请把86点一下 他就会去做下载 87 88 89 90 91 一直到98 可以吗 因为99年之后我已经做好了 下载 要做我们干脆就把全部的时间 全部一次整理好 你以后就不用在这边 再花很多时间来去整理了 可以吗 而且我这次提供是各行政区的比较 但是你要知道有些卫生单位 他会希望你比的是各行 那个利的一个人口比较 好 就麻烦请你们下载下来 下载了以后 记得就是刚刚这些资料 全部减下 减下贴到我自己建的一个指定的资料 这样 应该是new people one 这里 贴上 把这些档案 快速点两下打开 他一定是用以色调开启 然后看他是哪一年 我就把它存 存成csv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资料处理 然后这是97 所以我就档案 另存 浏览 csv 97是什么 2008y 对不对 2008y 可以吗 确定 然后这个档案我就分掉了 不要储存 可以吗 然后这个档案其实就可以删掉了 那我继续做 点两下 打开这个档案 可以吗 这些档案全部都要一模一样的做法 启用编辑 然后档案 另存新档 浏览 记住 因为我的这台电脑没有在这边 我是2016版 以色调2016版 你们是用以色调2019版 所以我只能先把它存成csv 他是哪一年 刚忘记看到的 88就是2009 不是1999年 档案 另存新档 其实如果担心存错的话 1999y 我只能把这个档案都可以关掉 不要储存 可以吗 以此类推 请你们现在就大家一起来把它给做完 每个档案都要做 反正就加1911 就可以了 我只能把这个档案都可以关掉